哈喽大家好我是Anko 我是Max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我们家里买的一些电器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啊 大概可能装修有一年时间了吗 没有半年了 然后这半年以来呢 我们有陆陆续续的购入了小电器 然后一些大的家电 重点是自己没有业配哦 因为等一下呢 大家会看到某个品牌频繁的出现 非常非常的多 对 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啦 对于这个牌子 好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一样吧 第一样你觉得最好用的 你买过最自豪的一件 就是这个 这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 是不是很像那个搅果汁 你把那个水果放进去 然后搅烂的那个 从这边放进去 对对对 然后从这边出水的 对对对 没有错啊 这就是榨汁机 为什么会买这个吸尘器呢 听我朋友说这个吸尘器非常好用 但是因为它蛮贵的嘛 所以我一直不舍得买 直到有个人买了 从淘宝买了一个70块的吸尘器 我都不懂 为什么它这么嫌弃 这个当时还用的很爽耶 我没有用的很爽 我用的很不爽才对 这还可以吸啊 吃啊 不要看它这么便宜啊 我现在开了 你呢 我要拿去插电一下 这样你知道有什么差别了吧 我不管怎么样 当初我是用它用得非常的开心 而且非常的便宜 其实我买这些电器呢 都没有在他们的正价的时候买 我都是在他们有做活动的时候买 如果没有折扣的话是多少钱 平常这是999 然后我买的时候是899 还有再用上一些券大概800块钱左右 金打细算 钱不是大风扩来的 我的观念是只要它能够吸走 我不想看到东西就可以 什么东西 你在... 真的是用了几次之后 那个吸尘器我就感觉已经不太行 所以呢 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个 才会逼出它买那个小米的那个吸尘 所以你一开始也是想要买这个柜的 只是你用这个激将法来让我花钱是吗 下一个 要问你最满意的一样加电是什么 非常的普通 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打果质喝 觉得这个小米的果质机好用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光源 我知道很普通 可是就是就直接转嘛 然后你就按它就开始自动的打 因为我们家还有另一个打果汁机 它是卡紧 然后按键它才会动 本来这边有一个盖的 就像水壶那样 可以打完果汁直接放上那个盖 然后直接带出去 那个也有 反正我就喜欢这个 对啦就是这样 而且它很轻 非常容易满足的一个人 好 下一个我要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应该也挺喜欢的 就是这一台 小米的押湿器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小米包围了吧 这个我觉得对它来说真的挺实用的 因为之前是冬天嘛 然后冬天是一个很干燥的季节 这个人呢是从比较潮湿的东南亚国家来的 因为冬天晚上要开空调嘛 有时候对不对 更加的干燥 然后他会觉得整个人干到不行 有时候湿到那它开一晚上那整个地面都有水 可以啦 因为现在夏天不需要 本身我们住的这个安徽这边嘛 就是一个非常潮湿到梅雨季节非常非常潮湿的地方 所以这个用不到它了 反正要请出下一样 能看清楚吗 看不见了 美迪 这是厨师机 不是Chef那个厨师啊 你看这边是他的水箱 找到一个 很多东西都非常的潮湿到发霉 这个 这个 然后只好我们就空出来一间房间 作为这个厨师的房间 然后把这个厨师机放到里面 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开让它厨师 让它每天能出来6升的水 这个桶不停的倒啊 不停的倒一天大概倒两次这样 终于出现 不是小米牌子的点切了 它的造型 其实跟现在小米的造型也非常的像 对 说完了刚才的厨师机了 我们现在要说一个比较智障的嘛 小艾同学 我在 在干嘛呢 在干嘛呢 我们昨晚不是排练了一晚上吗 你忘了 好吧 果然是人工智障 我们买的这个小艾同学是一个 无线遥控板 它可以遥控我们家里的空调 包括电视房间的一些灯 都可以用它操作 小艾同学开灯 开灯 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它变得非常的智障 有时候我们看电视没有人叫它 它会自己在那边说话 非常恐怖 小艾同学晚安 小艾同学晚安 道具晚安 不要自找难堪 多放晚安 自己基本上现在很少用到它 基本上不用 有点吓人 我有时候会把它那个 听说话的那个功能给关闭掉 不然它有时候 自己在那边讲话挺吓人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我旁边的灯呢 一个是这个灯 一个是电视后面的灯条 本来呢 刚刚是要用小艾同学来控制它 其实不是我拍手啦 是小助理在用它的手机来控制 它的灯 好了就这样 下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烤箱 这个烤箱也是小米的 大概300多人民币 然后它的功能呢 算是非常的齐全的 有些烤箱便宜的话 它没有分散下火的 这个你就可以调上火多少度 下火多少度 就是普通的功能啦 这个是时间 我上次看它的说明是它说可以烤果干 这个我还没有尝试啊 有机会有话尝试的时候也会拍给大家看 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小家用电器 比如说我手上这个 这个一看就是知道是小米的 然后还有展现你今天的湿度是多少 现在湿度蛮高的 81% 然后今天是25.5度室内温度啦 因为现在开空调会比较冷 这是小助理的电动牙刷 价钱是100多人民币 可是我看到马来西亚好像也是卖100多啊 会比较贵一点啦 因为在马来西亚小米算是进口 这个刮幅倒也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它的质量有点问题 就是用着用着前面这个刀片全会坏了 而且好像记得你说你刮的时候好像没有刮得很干净 然后它现在用的就是手动自己刮的 我们客厅的电视是TCL的牌 而且所有电器都有播产的像我 我家里的话一般都会偏向于日本牌 这一条长长的就是它的音响 音质真的很好 就是变成说你不会摆两个很大的音箱在旁边 好 大家还有什么 哦 读评论 也许 没有也许 榴莲打开方式不对啊 应该学杀意一样 掌屁榴莲 榴莲壳废 废物利用方式也不对 在中国我们都是用来贵榴莲壳 这位朋友是不是心里受过什么创伤 为什么这么恶毒 下一个评论我有看到一个人 他说我的cooking scale totally out 因为那时候是拍摄可能持续有点混乱 没关系我会再 我会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的 好啦 那就这样啦 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啦 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 记得订阅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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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